好 現在樣本拿出來了 我們準備放到桌上 研究人員小心翼翼將樣本從高溫爐取出 準備進行下極端任務 日前南韓科學家研究指出 找到常溫常壓下的超導體材料 LK99引發全球熱議 五號臺大寧泰中心團隊 直播復刻LK99實驗 看看是否能成功 解密LK99是一種灰黑色六方晶體結構 在千零灰石的基礎上 摻雜銅而得來 據稱可以在四百K 也就是攝氏一百二十七度以下 作為常溫超導體的材料 因為目前已知的所有超導體 都必須在攝氏零下一百度低溫 以及高於大氣壓力十萬倍的 極端高壓下才能運作 這些限制讓超導體相當昂貴 許多應用也不符合成本效益 但真的能實現零電阻的壯舉嗎 黃立民教授推測實驗失敗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溫度沒有升到很高 再來材料合成的因素複雜 可能有某參數必須調整 超導體製程上要再努力 日常生活中超導體的應用 非常廣泛 包括磁伏列車 就是利用超導體在磁場所產生的阻力 而懸浮 讓列車不會與軌道接觸 摩擦力消失 能大幅提升運輸效益 另外醫療上使用的核磁共振MRI 因為強磁性可應用於醫學影像 檢測相關疾病等等 還有無線通訊使用的超導濾波器 都屬於超導體的應用範疇 儘管台大團隊復刻LK99失敗 但也給未來科技發展進程 有了更多想像空間 而新聞採好期 潘建任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謝嘉璇 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